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02年等级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并且达到了相应的胜率 从而晋升了向西大师 陈冲在去年的比赛当中 连赛打得非常不错 蒋川也是向西大师 84年出生 他是浙江人士 后来入选了北京队 在2000年的全国少年赛 获得了亚军02年晋升向西大师 在02年的体育大会当中 获得了个人赛的第三名 07年向西大师赛获得了亚军 蒋川是在2003年调入北京队 这两年在棋役上也突飞猛进 特别是在本届银州杯 相应大师军军赛当中 也有上他的表现 但可惜后来陈寒峰追的呢 追兵太紧 因为蒋川前面可能有八九轮 都是一路领先的 那么这盘棋呢 当时呢 陈冲跟蒋川呢 也是在第一台的这个对阵 双方对冲 都争取获得更多的胜利机会 看到底是陈冲冲的更高 还是蒋川冲的更高 那么现在 这个双方很快就形成了这个 中炮 近期兵对屏风马近期足的这么一个布局 红方采用的是横居七路马 这个阵势 那对待这个阵势呢 蒋川选择了左向 向其近 这个左向呢 我们在以往对于当中呢 也多少给大家介绍过一些 它的特点呢就是 首先呢 避开了三向的这个最熟的这些套路 并且呢 加强了这个右翼的这个防御 当然这个右鞠呢 将来出动起来呢 要稍微的制缓一下 要费点周折 所以说 这棋呢也是各有利弊 红方接下来走居平寺 对方走十六居平寺 那陈冲的气氛风格呢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冲锋在前 敢打敢拼 那陈冲也是河北的本土旗手 是吧 是啊 陈冲 这两年呢 在向甲当中呢 开始上场并不是很多 但是在去年呢 向甲后半段的 上场比较多 发挥的还是非常出色 对 作为这个绝对主力出场 陈冲的齐风呢 比较硬朗 喜功好杀 也是这种比较典型的 这个北派风格 就是说他在 对齐的这种认识跟理解上呢 就是比较猛 齐呢走的比较生硬 当然他这个年轻气盛啊 力量也很大 在这两年的比赛当中呢 曾经战胜了不少平手 包括洪志 赵国荣都曾经呢 败在他的旗下 应该说也是河北队的后起之秀 那洪光这个鞠子禁武呢 就是在要进攻的 这个整体的指导下走出来的 当然说这个禁鞠呢 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们看啊 这个鞠啊等于是绕了一个弯 对 我们如果把这次去拿回来 大家就发现了啊 他如果出直鞠 再过河鞠的话 直鞠 过河鞠 那这个棋就是说 可以走到这儿 黑方有这个 向西禁武的走法 左向横鞠啊 那接日呢 黑方走适流禁武 当然黑方知识这套戏 肯定也本身也不好 就是如果这样下的话 黑方倒不一定知识了 但起码可以还原成这个局型 黑方呢肯定是 不走知识走狙击 变成这个左向横鞠 这是老谱 那等于这次左向横鞠呢 红方没有去压马啊 红方走了个鞠二平次 这个如果把这个次序啊 颠倒过来一看啊 我们就看到这个红方 在进攻的线路上呢 选择的输 那么红方在选择这个横鞠之后 可能就不应该再进过河鞠了 对所以说一般走在这呢 大多数的选手采用走兵武器 对啊 这个攻防 这个下法我们以前也在这个棋局当中 给大家介绍过 对 那不是以后 红方鞠四进武 这招棋呢 应该说是本局的一个坏棋 在布局阶段呢 就说的 太注重进攻了 但是这个在策略上 在这方向上行呢 选择这个点不好 对 这样给了黑方呢 从无调整的时间 毕竟红方这个局啊 绕了 等于慢一招嘛 等于跟原来的那个阵型一对比的话 就慢了一招棋 那黑方蒋川呢 他还是比较攻守兼备的 采用这种积极的防御呢 就策略策加 红方既然来了 就压住 黑方取发兵器 然后红方是 钉三斤一 钉三斤一 那红方如果走马七斤六 那黑方也可以顺势组 对 黑方长炮的目的呢 就是对阻 这儿 你滚过去以后 黑方可以打过来 下部期盯着这个马三斤四 对 这儿 如果你马零四 他马三斤四 你马四斤六 他可以泡二瓶四 以后这个马四斤六是个先手 以后还有这个 你拘的这个足力线 可能也不太安全 黑方也是 基本上是反先的 对 所以说 红方呢 可能看 林长也发现了 这么走啊 容易吃亏 还有看这个狙呢 有点危险 嗯 他赶快疏通 这个狙路 希望你接受对阻呢 他再吃回来 嗯 这儿基本上呢 保证这个局势的平衡 但黑方呢 这个时候就走得比较积极了 他直接对阻 对 对 对阻另外呢 还扶着一个打死局 对 这儿七局呢 就啊 骤人紧张起来 嗯 面对打死局的这个威胁呢 红方是左炮压进 炮挖进刺 那黑方 既然 能够白吃这个冰呢 自然 他肯定就白吃掉了 好 就拱过来 嗯 这个棋红方如果要是 拱呢 应该说是 比较好的下方 比较完整 可能走到 应该是这样下了 走到现在 红方也只能先拱了再说 对 黑方呢 应该说 这讲说 后来说这个棋的时候 他说有可能 林长就被他飞掉 这儿你如果吃相 他飞相 又是一个先手 嗯 但是这个棋呢 我后来再仔细想 是不是会下炮八退三 我觉得这个棋 嗯 就说我不飞 这个棋 直接把炮飞回来 直接退回来 这条棋有点怪 那这儿红方也是炮八退三棋 那我以后 这个退炮有点怪 应该飞是比较直观的 这个是蒋成自己说的 飞 在 回来复盘的时候 飞他肯定吃了 吃不行 吃为什么不行 吃 吃这飞啊 这个红方这个鞠啊 太厚手了 再退 就走得不如太高 你还要再退 对方一拱 然后马特尼斯一蹬 黑方这个子力啊 既协调又开朗 它只是少了一个像 应该说黑方占优 那如果不吃呢 这棋 红方也不能吃 它要把这个方向器压住 然后呢 红方将来的先手呢 有鞠九零八 对 这个还有马特尼斯 这儿的棋局呢 应该说黑方也很满 因为毕竟先过了一个组 但是红方整体上来看呢 还是有抗亨的机会 比如说黑方这时候补个像 那红方就先出局 出局我就保住 然后 就说双方都可以用手 然后马特尼斯登一脚吧 将来还可以鞠八斤六 你马特尼斯我肯定就泡底去了 嗯 那先鞠八斤六也行 就说将来你拱我 我这马呢实在不行再绕回来 嗯 整体上来看 红方紫快 黑方也有过河族 那么双方都还愿意接受 是 整体上来看 黑方也满意 但是红方这么下呢 还是有很多战斗机会的 嗯 那结果实战当中 他就 红方就没有冲这个过河兵 他是先走泡河兵 对 就是这个鸭马 肯定是有鸭 但是什么时候鸭 那他等于 应该先把这鼓掉的鸭 嗯 这个礼拜里 差 差了七呢 他先走这个 结果黑方就冲过来 对啊 这个 这么一走呢 黑方这个族 又一拱 但又一拱 红鸭吃回来 等于是 黑方的马活了 这个族也剩下了 是啊 红方这个鸭虽然吃回来了 但是黑方这个族 拱回来了 黑方还是拿到了这个先手 对 那么陈冲在 这一段 开局阶段呢 到终局过渡的时候 也没处理好 这个处理的不理想 比如说鸭四季鸭走出来 本身方向有点错 但是呢 还不至于呢 马上 就是旗行落后的时候 就说他这个阵型整起来看还可以 但是这个节奏 肯定是落后了 那由于这个兵又没拱呢 被黑方抢到族三级役了 这个旗应该说 马上黑方呢 就 反夺优势 不是 你看这个旗 其实黑方的这个出子速度 一点都不比鸿方慢 但是他也白过了一个三族 这个旗 我觉得黑方已经反仙了 黑方不仅反仙 应该是大的优势 所以说鸿方呢 可能对待这个 比较森树的布局领域呢 掌握的还不够悬熟 不够好 这个方向还是有误 那这个时候 鸿方就选择了弃子 他想先进或取 实际上他也实现了 因为鸿方看到如果 因为这个马再退回来的话 所以马黑方可以顺调出狙 鸿方也没有看到什么便宜 将来黑方还可以 考虑这个对狙 然后进马对狙 可能都有 所以说鸿方呢 就是想 去争取一点先手 对 那黑方先吃一个 已经落后手了 所以就这边进去 先吃一个以后呢 应该说 黑方的局面非常的理想 对 那鸿方又 跑平山 希望得回这狮子 等于是这个三路线上 牵住黑方的军马 这个局面下啊 这蒋方应该处理得非常好 非常好 他攻守呢非常 非常到位 这个地方 蒋川选拟选得很好 就是这个棋呢 看起来好像黑方 并不容易 马上取得这个优势 但黑方呢 抓住 鸿方阵型上的这个弱点呢 走得 次序井然 井井有条 其实你看起来 黑方这个子 已经避丢无疑了 但是怎么利用 就是鸿方 吃回狮子的 这个找回狮子的 这个时间 那么黑方也加快 自己的处理速度 对 黑方这招其实是一个妙手 嗯 如果走其他的招法 鸿方都可以 不 这招其实很经典 我觉得 对 这个局面下呢 就是等于 黑方抓住了 鸿方齐全上的弱点 对 并且呢 使自己的子力呢 这一下呢 活跃起来 都走到位了 那鸿方这个马也不能 不吃 那肯定要吃 就什么时候吃的问题 早晚吃的问题 对 如果说你现在吃 会怎么样 现在吃 嗯 我们看啊 黑方呢 翘手在哪 他这个中足啊 这个足子过河也能打人 这个本来鸿方有兵 你要说没有这个兵 那肯定对 但鸿方有兵呢 黑方依然是送兵 你如果再拱的时候呢 黑方有一泡绿三 这儿鸿方这个子呢 还要再吐回去 还要面临着右丢 因为这一打马交换 那边丢了炮 等于这儿的局面呢 你能说黑方呢 就大点优势了 下部马三金融也是 绝对现实 对 所以鸿方呢 看到黑方的足骨机 以后 还有继续送足的这个 严厉手段 对 还有这个帕尔尼森 所以他就先诛了一下 先采取 先调整的二炉炮 这个时候黑方又走了一个好期 他炮了净 我去封击同时逼对 对 那么你如果对掉 这边的这个牵制就解除了 对掉就黑方净多一个子 所以鸿方这个时候没有选择 只能去打这个马 他这时候先补了一个像 他先补了一个像 打马的道理呢也差不多 他还是阻击 然后他多了一个 对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多了一个瓶炮打 这个瓶炮打 打完了之后 还是回头牵制 也可以拉住 道理是一样的 红方呢就是先补了一个像 但是仍然没有改变黑方的这个计划 嗯 黑方依然足不及 黑方这两部中族呢 运用的非常精彩 这个中盘这个冲中族 这个构思非常的精妙 因为红方这个时候也不能 不能不拱了 你就不拱这马没地方去啊 马去了这个自然就解套了 对 黑方这个时候平炮一大局 嗯 他只能躲开 红方只能躲 那黑方用 还不能躲这里吧 说只能躲到边上 他是走的这个 他是举拔去 只能躲到这里 这儿还盯着足吧 躲到这儿其实还有个冲 它还有个换掉 但是那样红方多个圣中兵 对 嗯 就是说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他也面临了一个选择 对 是要是还是要子 对 黑方选择呢 是从大局上躲延 这个刘氏 所谓氏就是 就是足三精一也成立 足三精一就是 黑方可以保持这个多子的优势 嗯 打掉 输回来 嗯 但是呢 这边等于也是受一点牵制 而且红方这个中兵随时可以过河 对 这样呢可能黑方觉得 掌握起来呢 可能从这个大局形式上 这个就是 就是 各有所得 嗯 他走 直接牵制 直接牵制 嗯 嗯 嗯 打掉 打掉 黑方 炮耳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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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构思巧 但是他 还有后续手段 嗯 作为红方来讲 确实没有办法 这个马银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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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所以价值是相当的 花的时间比较多 这期红方呢 如果走得顽强一点了 还能坚持 还能下 嗯 他实战当中呢 走这个炮耳瓶瓶瓶瓶啊 他想封那个瓶 这个计划 就是一个 有点问题 失误的 这些赶快 要补的话 补这个吧 补那个 补只能十四斤 五十六进五 这边的拘 它空了 压力太大 五十四进五 或者就 要不就不补 就直接冲过来 嗯 那实战当中的红方 炮灯瓶瓶瓶瓶 还有要不然就赶紧捉一下 这个瓶瓶瓶瓶瓶 捉呢 他也有固定 捉到它拘一瓶瓶瓶瓶瓶瓶 他中间的闪 嗯 那实战他走 炮灯瓶瓶瓶瓶瓶 因为这个局面也不是很好处 想拉住这个弹子炮 结果他出居 底下要蓄体炮 蓄体炮 但是蓄体炮的时候他可以再炮击冰包 那鸿芳呢 为了防止他蓄体炮他就炮击冰包 结果是使自己的子列负担是越来越重 对 你看他先把Zerinovia 蒋川这个旗下的很寒逊 蒋川的旗艺风格应该说还比较全面 而且他自己也是比较用功 在本次比较当中蒋川上来取得四连胜的夹击 大家都非常看好蒋川 觉得他拿冠军的希望很大 但是后来呢 最关键的这一盘旗就是蒋川在对阵陈晨峰的时候 蒋川已经是取得了巨大一件事 盘面上曾经一度是多一个炮多一个像 这个旗我听说了 不知道是因为时间原因 还是他当时心理状态不是很稳定 当时这个旗呢 当然陈晨峰呢作为后手旗呢 也存在着部分的反击手 但是这里边呢蒋川有一个翘手 就是可以很轻松的解决掉这个旗 可以形成巨矛或者巨矛 就是说在圣定的这个旗呢 结果蒋川呢 在阻杀的时候呢 有一点急于求成了 有一点失误 结果是让陈晨峰呢 这个比较轻松的逃脱了 那这个陈晨峰我知道他们这个对局的结果 就是最后合棋了 后来陈晨峰这也说 这番棋可能对于他这次比赛是一个转据 决定性的 人家都说这个大难不死地又后复 尤其是两个人对冲的时候 对蒋川这番棋呢 陈晨峰没有输下来以后呢 就是接连取得了这个胜利 结果在积分上呢 反超久了 这个陈晨峰就越战越勇 可能蒋川反而受到了一些这个心态方面的影响 反而这次比赛呢 大家都比较辛苦 没错 这个一天下两番棋呢 就是说的 毕竟呢 就是大家这种体力啊 消耗很大 这种战斗的机会上 而且这个强度很大 都比较折磨 这个 所以说 最后呢 笑到 所以笑到最后呢 也是大家已经接受 也可以理解 嗯 那现在下到这儿呢 他红方再去 向前退伍 去向以后吧 大家就看到一个棋子 这个 有点意思了 这个棋 黑方的这个棋呢 看着两个棋都被红方封住 好像杀不出来 实际上呢 黑方由于有这个足的 前方这个部队的这个支持 应该说也是 冰到成功了 那我们看黑方怎么走 实际上黑方直接砍炮呢 也是可以 那黑方走得更加含蓄 那红方一点机会都够了 红方一炮成这样 这招棋准备 一江吃马 红方这个棋呢 恰恰也不能狙七进三 狙七进三 因为这边有打江 退居不行了 他撞你一江 就把狙吃掉了 你只能补试 那黑方这个时候可以 砍炮 那你这时候再打掉呢 我这边一瓶颠炮 就绝杀了 鞠炮足 你挡不住了 这条线 那红方这个鞠呢 只能眼睁着看着 黑方这个炮啊 扣中 那红方就先吃了精 补了一手 补一个 那现在的黑方走 炮二平火 你搭吧 那红方这个鞠 红方并不及一保 这个时候呢 你的左翼是安全了 但是右翼呢 右翼又不安了 右翼又不安了 最后黑方呢 如果你补这个式的话 大家很容易看到 就直接切炮了 但是补这个式 红方 就是这个黑方 依然存在这样的手段 直接把炮给砍了 那瞎到这儿呢 红方也就欣然的 这个头子人腹 对 因为这个棋正好 黑方是一个 乔手 小刀弯心的这个队型 对 那我们来看 如果打掉会怎么样 如果打掉这个棋 黑方不要急于修成 你急于趋势一出来 这还先手吃着毒呢 就没意思了 所以你这个棋 要先杀底相 对 黑方如果杀出底相呢 嗯 那红方这个鞠 这位置 刚好很强 保不住 如果你在边上 还能手一下 当然手一下 这也出了 那你在这儿呢 就刚好 红方这个鞠要是不在 这条线 还能够退底炮 对 退底炮还能够坚守 你滚将我还能出来 嗯 正好红方这个鞠呢 挡住这个 回底炮的这个 防御这个要点了 对 那如果这么走呢 等于也是红方绝杀了 绝杀了 一下招眼看着人家发事了 对 要是解杀只能弃鞠了 哦 那肯定也输定了 这弃鞠呢 黑方巨炮族呢 也是上定了 嗯 那好 这盘对鞠呢 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还有精彩的对局呢 就带给你 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对局呢 是由这个黄世青呢 对阵陈和风 嗯 那好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棋手的具体介绍 黄世青是象棋大师 60年出生 在93年就晋升为象棋大师了 他在2004年的全国大师赛当中呢 获得过第三名 那在05年的排位赛当中 获得了第7名 尤其在05年的世界象棋大师赛当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就是获得了亚军 那黄世青呢 是典型的陆林好汉 嗯 柴山峰 来自浙江的棋手 在本次比赛当中呢 表现非常优越 取得了七胜一负 三合的加棋 晋升了特技大师 嗯 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晋升特技大师的资格 那这盘棋呢 那双方呢也是充满了火药味 其实这盘棋下的非常的激烈好看 就是我们分析都分析了好久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看这个棋的过程 那黄世青采用的是当头豹 对 红方 当头豹 黑方反攻马 嗯 这个时候红方强颈三兵 黑方呢 选择了比较奇特的走法 一般呢 黑方走马八级跟足三级比较多 嗯 黑方呢 拔横距 啊 有意把战局呢 倒向呢 啊 生疏的 这个地带 嗯 那红方这个时候再出局 黑方走马八级七 正马 这儿就等于是形成了 中炮直居 对本马横距 这个阵型呢 也非常奇特啊 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顺炮 哎 是 比较熟悉 这个是常见的阵型 但是这个炮在这儿 应该说中炮跟视角呢 有一些区别其实 差别还是很大的 嗯 那这个视角炮最主要的威胁就是 红方 如果你跳正马 就是 黑方有一个这个视角串打 对 那么除此之外 它可能还有的好处就是可以连向 但自己的这个用马比较 这个稳正 嗯 就是向可以方便 一步一飞起来 红方 接下来两头蛇 红方下的是两头蛇 黑方 鞠过类 这个除了两头蛇以外呢 也有七手呢 他试图 他试图走这个炮阿金刺 嗯 来打这个中族 这儿呢 没有这样下的 试图阻止黑方这个蛇的顺利 过来 那黑方如果走足三级一呢 他将来就打一个足 便宜一下 对 多地炮六平五呢 红方再马上 那等于黑方这个环架成顺炮 但是等于少走了一步棋 嗯 当然红方这个炮阿金刺的效率呢 也不是很高 嗯 也没有就是说的 纯粹那么高 嗯 因为你跳了正马以后 这个比如过居 黑方这个炮可能还是要再让 嗯 所以 但是这个其实感觉还是红方 红方好 那炮阿金刺呢 黑方 寒冲炮 或者拱三族吧 嗯 这是两种最主要的走法 那么下了这个冰漆进一之后 黑方过居 嗯 这儿呢 红方就 不能马发进漆了 对 黑方这个穿炮 对 红方呢 这个旗呢容易失控 嗯 红方呢 采用了移行换位的走法 炮平寺 这条旗呢 也是一个整体上的好旗 嗯 它平炮以后 就是为了能够顺利 正心 跳出这个左马 对 将来呢 这个马呢 就是如果你走巡河区 你有巡河区的话 我还有这个马三姓四 当然现在不能登 现在登 就是我随时有这个 我以后啊 这个跳起来了 随时一提巡河区 我就可以这个马三姓四了 嗯 这个旗呢 也是一个为了自己能够营造 比较好的 这个阵型 啊 自力协调 来选择的这种方法 其实我印象 我们也介绍过 就是在红方两头蛇的情况下 黑方这个巨区的主要目的是 升起巡河 四姬对起这个三七族 那么红方这个水手一拆炮呢 看起来水手 其实他暗藏的含义就是以后掩护自己的河空马 不让黑方的这个居立足于自己的巡河 嗯 那现在下到这儿呢 嗯 黑方 黑方 还架中炮 啊 这个旗非常有意思 本来红方是中炮 是 黑方是四脚炮 就变成了红方四脚炮 黑方是中炮 这个 这真是这个换的东西太多了 整个一大一行 等于呢 是这个旗呢 就是双方呢 调换了一下这个炮的位置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四脚炮 被这个什么挺兵队骑马 然后转四脚炮 什么 还架中炮之类的这种旗 这个旗呢 就说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变成了 啊 这红方呢 是防马 嗯 红方是变成防马 黑方变成中炮了 变成这么一个奇特的这个阵型 挺逗的 这个旗下 红方马八斤七 马八斤七 应该说呢 红方还是比较主动 嗯 因为毕竟呢 红方这个子力啊 比较开仰 对 双马位也很好 但是 红方现在五个大子位置都很好 但是黑方这种走法呢 也是比较积极 嗯 真胜啊 我觉得陈南风真的有的时候 你说他是南方骑手吧 但是他那种真胜的 那种胜负心很强 我觉得 嗯 接下来黑方走足路军 嗯 冲 红方走头八斤四 其实他没有这个补齐 对 常理上感觉人家一冲 总要中间先补一手 如果红方要是补一招 像西进武呢 当然也是可以 嗯 但是他感觉黑方这个足路军再冲 马上进武再一架 嗯 那黑方呢就是 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补下 嗯 那黑方感觉就要冲了 嗯 如果你拱掉 我就盘中马 或者先去西进武也行 嗯 那么以后随时可以碰起这个三七丁 这儿黑方相对来讲呢 子力比较舒展 比较快 对 将来要打江啊 再对三足啊 嗯 而红方呢 在这儿 不理 直接去浸泡 也是封住了这个马上进武的脚 如果你再上马 我将来可以打到你 一蹬就是先手 对 红方呢走得也很积极 那黄世青呢也是一位老将 嗯 大家刚才也看这个介绍了 他本身呢是广西人 对 那在这个 九几年的时候呢 这个 到了广东的中山市呢 做这个液体教育教练 是吧 在这个中山那个小懒呢 这个 小懒听这个名字倒挺 不是很大 但是实际这个当地啊 这个 经济非常的发达 嗯 这个棋风呢也非常小 棋风很小 对 然后黄世青呢 等于是平时是做这个 做老师啊 嗯 当教练这个工作 那他的棋风呢 也是比较硬朗 对 并且以擅长野战乱战而铸成啊 那 那虎猫 爬爬进四呢 走的也很猛 就是你租肌的时候呢 不再补 他又能补十四斤 嗯 反正他这个胖子就是说必要的时候 将来就换一个马 你要是敢上我就把你打掉换了 嗯 嗯 嗯 那走到这呢 陈阳风呢也不甘示弱 啊 因为这个这个盘头马 一般都是两个马交替这个 互相掩护着往往前这个走 如果变成一个马很容易受到鸿方的攻击 这感觉的黑方还是要阻碍 应该先冲一下我觉得 对 先冲一下鸿方不是的时候呢 我才可以考虑一下 对 这儿呢 其实这变化呢比较多 嗯 红方应该说走的精细的情况下呢 还是红方主动一些 但是这个鸡黑方呢 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是 等于时代当中的黑方独三级 他是先送了 先送 那么黑方还是自己的意图 就是说你冲了之后 我这个马以后还是找机会要跳出来 但是这个物质呢 损失比较大 嗯 因为你这个中路呢还没有打开 嗯 这个棋局会有新的变化 往前滚过来 黑方往三进往 嗯 这儿呢 一场激战呢 是实在难免 那像你刚才介绍 其实就是这个举行 那当然黑方要 黑方更宽 这个马路更宽一点 现在是变成这样 这儿呢 红方 走的也很精巧 他先打这个兵 先捞十回 嗯 这个像呢 肯定不能丢 这个大海浆 这个丝炮 这边还有马炮的配合 黑方这个受不了 嗯 所以黑方捕像是实在必行 嗯 这个时候红方再把气质兵推下去 哦 等于在兵线上呢 他就 嗯 有了两个棋子 嗯 对黑方也有很多的压力 特别这个兵 将来 比如我现在就能看到 军防御 他都很有作用 是啊 我这看到的就是这 这种棋就可以靠进来了 那么黑方呢 这个时候也没有走租武基 他前面不冲 他租武基呢 他又怕什么将来有巨尾瓶 这些都是仙人 对啊 他也怕他将来在环中炮 不 就算你一冲 人家一补 你马上也没有这个 直接的前进方向了 对 那黑方呢 这个时候又把这个向前马跳出来 然后进山了 就是说他 他开始没有冲 他现在冲呢 他感觉慢 那洪方去就冲他一坐 黑方炮了一死 捉着炮呢 风过来 走到这呢 应该说呢 洪方已经多出了两个兵的物质力量 嗯 但黑方呢 也是有力气攻势 对黑方尤其在中路 还有这个三路麻前家的这些威胁 对 将来黑方最主要的攻招呢 还是要 还是中路 冲中足 然后居次进步向里边卡 对 然后这个子力呢 向前押近 嗯 洪方呢 在这呢 处理的呢 就非常的啊 凶悍 他也仍然 不 不走飞向 知识这些 防御性的招法 嗯 他还继续呢 猛打猛攻啊 所以这个战斗呢 就火药味特别的浓 对 一场的火爆 嗯 他炮四进三 这招其实挺出人意料的 但事后一看呢 洪方这个招法还真是十分的锐 对 那个黑方呢 也非常同好 就进攻力很强 这条棋 这个棋黑方如果去连这个双马 嗯 这个本来也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次度 你连双马 我会不会 哦 先捉啊 红方 926不捉 有没有这种棋 你连双马 不怕吗 你靠兵反而不好了 嗯 他平靠就大 嗯 是不是将来他有 马赛进四这个先手 你必须他马赛进四 那红方这个棋 还要忙活 将来黑方还有马赛进六 对 闪失 对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说作为红方来讲呢 他有可能不走这个兵 那个兵就放在那 嗯 这个兵放在那 什么作用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他攻守兼备 就是你什么是打我 我什么时候拱你 拱你 嗯 这个兵呢可以起到延缓 黑方反击的这个作用 对 对 对 G2G6以后 就准备抛三平一了 打冰冰 打冰冰 以后还有冰淇冰柳和抛四基 对 来破坏你中马的这个手 应该说黑方这个棋呢 攻势显得呢 后续不足 对 这儿的情况呢 陈阳峰在临角当中的 一看这个棋啊 也没办法 就不能再连了 是 那索性就放开与对方对攻吧 嗯 那对攻呢 红方 先打了一下 又反扣了一个头炮 叫一叫 你这个时候不能上马 上马打炮了 正好你这个炮 白打炮炮没有根 没有根 这个G卡着呢 那他只有知识 不是 接下来红方走G2G7 就是红方呢 走的招法也很强 是 我就觉得这个棋吧 反正要我下 我可能看不到G2G7这种棋 我就感觉 我肯定中间先补一手再说 就是这种感觉 那黑方呢 这个棋呢 这个马是逃不掉了 只能去来 被捉死了 对换这个中炮 那红方也 在他的计划当中 红方就是这个 在黑方的右一底 施掉 左一底先动手了 施掉 然后红方 斩掉边向 分工 你看他这个中间一直都很空 反正感觉挺悬的样子 他就是等都不补 是啊 这个知识呢 实际上走到15斤6 还有15斤4 这个略有点区别 实际上是15斤6 较一样 黑方只能知识 这都是B招 红方等于是一连串的先手 先给黑方这个底线的 放一个定型炸弹 什么时候都会引爆 那黑方这个棋啊 一看这棋守不住了 这个实际肯定是丢了 黑方也薄吧 嗯 那黑方索性也不理 冲下来了 冲下来了 这个冰肯定是 太大了 冲下来了 那红方呢 一看这个棋呢 这个中落还是现在 有点薄了 对 薄弱了 黑方这个 一平拙就要抽僵了 红方这个时候 恰到好处的补一手 这也非常的到位 选择的时机呢 也非常的合择 嗯 看这时候出拘 出拘 出拘 那么红方既然中路补好了 那现在他就展开了这个 吃掉对方视相的这个动作 对方只能落势 然后炮再打 这个 具体的战术呢 这个有一个定义 这叫巴皮战术 把对方这个视相都吃掉 嗯 黑方呢 这个不能上架 因为具体将 就把具体抽掉了 其实战术我在摆这个棋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 回炮把马打掉 这个打马 红方也能接受 嗯 就是说 打马的固人是 红方可以走 但是作为红方临场来讲呢 他肯定是 你觉得这打势更好是吗 当然是打势好 嗯 就是打马呢是 太稳健了 嗯 那红方呢肯定也是 比较主动 嗯 但是黑方呢 相对来讲呢 应付起来就比较从容 比如说这样下 对 我可能会走这个 马西进六啊 对 马西进六这个棋 它有些不太确定是 它这个炮 炮就压住 走这个 我当时感觉 我觉得这个棋是红得好 我把边边杀起来 你觉得呢 打江我就飞了 你吃了我一震 这个棋可能 我觉得下长了 应该是红得好下 是 红方是有可能是主动一些 但是 这个大家 之后去分析呢 你觉得是 这儿可能红的 还是便宜点 但是 你吃回来 比如说 我们稍微摆两招吧 就是 我先载冰冰 不 这个棋啊 就是说的这么给大家解释 是吧 因为这个棋呢 变化不是很激烈 就是大家一目了人也能看出来 但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棋平稳了 对 像平稳减化了 就是红方呢 有可能多两个像呢 还是机会多 多两个像多冰 但少个紫 对 够不够赢不好说 我觉得红方应该好下 是 你说的这个也没有问题 红方打掉马也是红的好 但是呢 这个实战当中 打势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挺不确定的 对 但是打势的确实也是红方的优势 嗯 我们来看打势这路下法 嗯 郭里平给大家介绍这个打马呢 是出于安全的角度 就是 因为我是感觉打势 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打势呢 完全符合这个黄世青的这个 风格是吧 嗯 继续勇猛的去搏杀 嗯 有这个 所以打了势以后呢 就是他有什么好处啊 暗中掩护住类道啊 四路线 而且这个棋手在临场当中呢 还有一个什么心态呢 就觉得这个一打是 把对方的摄像都吃光了 嗯 这个诱惑比较大 并且这个 机会也比较多 如果走这个平稳了 因为万一 让对方呢 也出了一些反击手段呢 觉得 有些 并不上算 嗯 然后红方打算一次 红方这个 到目前为止呢 攻守走的都非常好 对 而且让黑方呢 也是疲于硬度 尽管黑方 这个也是歧视汹汹啊 但毕竟呢 从整体上来看呢 红方由于兵多降广啊 多了 事项多了三个 兵呢 还多了一个 等于多了四个子 四个棋子 所以红方的优势呢 还是比较显著的 嗯 马达尼斯以后呢 黑方就面临几个选择 这个陈安峰 当时肯定也在做 激烈的这个思想斗争 就这个棋到底怎么下 怎么守 就是守 怎么去攻守兼备 或者说怎么去跟对方决议死亡 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马斯敬三 这个棋局呢 就是黑方有几种选择 嗯 我们给大家呢 慢慢说 因为这个棋局特别复杂 没错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黑方第一个就选择的 稳健的POWER瓶子 我们看这个结果 嗯 黑方这个瓶炮呢 就是想 这边先手 想一些先手 并且有打兵的 以后这边还有一个铺马 这个棋呢 也是红方呢 比较乐于接受的 红方这个棋就是 比较好掌握了 从棋上来讲 黑方呢 可能走POWER瓶子 是最能够 持续战斗的 但是呢 有可能这种走法呢 将导致呢 黑方呢 慢性死亡 嗯 所以有时候这个下棋 它是特别矛盾 就是说如果走POWER瓶子 就棋而言 可能是当时最好的走法 那红方会走什么呢 那红方就是 马斯敬三一插 那你怎么办呢 你如果退区 它就换掉你 对啊 将来它是开炮 那黑方可以先出这个区 那我踩到 等会 黑方先把这个冰打掉 嗯 这是叫沙 红方必须就不像 不像 只能向七 不 不偏还是 偏向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这个棋绝对不能向三 向三进入它足五级 你撞就坏了 只能向七进入 这样它冲不是先手 那蹬着局 又蹬着炮呢 那只能跑 这样红方可以把这个 就是换掉 换掉一次再 然后将来再把这个炮 绕出来 这个棋呢 嗯 大家就清楚了 红方也是军马炮 冰呢 一样多 但是我多三个试像 那么黑方尽管这个组比 要接近 红方这个阵营 但是毕竟 红方这个 多这个试像呢 将其要决定成多了 对 因为边局也随时都可以 下场了呢 还是红方占右 嗯 这个棋呢 嗯 基本上呢 就可以定格在这了 嗯 但是黑方呢 之所以没有选择炮平三的 他也怕这个棋啊 将来守不住 不好守啊 也确实是不好守 少时降少 少太多了 边线随时都蹬起来了 那他如果平足呢 也同样面临着马斯金三 马斯金三这个点你怎么看 所以黑方呢 在处理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啊 这棋手的这个思路 就是首先要避免马斯金三 把我这个中炮换掉 然后他临场呢 走了一招 G5平8 G5平8 这招棋呢 就是险中求胜 嗯 这招棋一走呢 从棋上来看 红方如果走得很严谨的话 那黑方就没有机会 当然这个棋呢 是人在现场下害的 不能是 不是分析出来的 林场呢 应该说是 很多因素呢 没有确定 嗯 那这个棋 红方其实要是 再大胆一点的话 如果从马斯金五的话 就有可能呢 迅速呢 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嗯 这个灯荣族一周 他还有登马的这个牵手 你把自己人往里跳 他还可以把你盯住 那肯定就是红方占优了 嗯 那他马三人四不行 那他马三 比如说我就连个鞠呢 连个鞠你没有用啊 你对我 没有这个 攻击啊 啊 呃 我要简单一点的话 你看 就说这个棋啊 这个棋可能连鞠也不行 就说连鞠它 炮的提一浆 嗯 我们就是随便摆一下嘛 提一浆 这边也太有浆 就是说 我们最简单的 我可以通过这个棋子 因为黑方这个炮啊 只能平均 是它总工的 啊 这个总弦 对 如果你这炮拆开了 你出来就 出来就僵死了 这儿可以把这炮勾走 嗯 你进降 我点一僵我就把炮换了 对 炮换了就比较简单了 我就肯定占优了 肯定占优了 嗯 就说红方这个马一 一旦跳到这里呢 可谓是攻守战备 嗯 那马三进我不行 马三进四不行 那他还有一个局八平火 这个棋也非常的精巧 那可能临场当中 黄晓星可能最顾忌的 就是他这个局再回来 嗯 但这个棋恰好红方呢 他也很巧 他可以走马五进七 嗯 就强行去蹬 你走炮二瓶五将呢 肯定是没有用 他相机进入一连 就是 那没用啊 这个对着局的 你鞠五瓶六呢 本身是在他炮 对 牵制下他也不行 那他只能走鞠五瓶 住这双马 这个可能临场一看 又这个棋就很危险 嗯 吃两个马 还有都带僵 但是这个马有根 啊 那可能就马四进三 是不是有这个棋 马四进三可能也不行 这棋红方啊 要 直接补一手像就可以 那他不怕吃吗 吃了以后呢 红方再马四进六 也行 或者直接马四进三 直接马四进三 他现在有问题 他杀兵了 我们来看啊 这边是杀棋 这里边有很多棋 那你看你只能出匠 你还不敢踩 出匠 他就白吃你了 对啊 那你踩了的话 就僵死了 对 黑方这些人 杀相 回事 我们可能 顺便学一下出匠 对 他有一个巨二瓶五沙 你知识 那么再巨五进六 这是大刀湾心 对 戒指降丽呢 你出匠 他巨五进一点 再巨七退一 就提死了 所以红方不能马四进三 这棋下的也是 真是复杂 是啊 但是这个棋呢 确实红方还是战军屋这些 红方可以先走一下 那黑方只能去吃这个高马 红方走马四进六 进六比较好 卡住他 现在呢 就如果黑方不硬的话呢 这个马一蹬啊 就等于是白吃 那黑方只能动这个三路菊 好 那你渡其他地方 他这边还有这个叫沙 那我就沙冰吧 沙冰肯定不行 沙冰肯定呢 这个菊又在我的巷口 对 那你黑方只能走 巨三平四或者巨三 巨三平五 巨三平五 巨五稳健 但是提江那边跳一江 也是挺厉害的 平四平五啊 大通小路 平五啊 是这个菊呢 能连着这个炮 如果平这呢 我们先摆平这儿 它登 只能吃 然后红方的这棋呢 有一瓶炮 要抽两个菊 那黑方只能上降了 上降呢 那红方有一个炮二平七打马 把这马拿 这边炮丢 这儿红方必然找回狮子 对 红方就可以锁定这个圣机 这个马一换了 黑方没有骑了 是 那黑方如果这个菊平到这儿呢 那你就是拿那个菊吃了 拿那个菊吃其实也一样 那还是炮子平二 这个菊吃更糟糕 对啊 你这两个菊 它逃不掉了 这炮的这儿 这不上降都没有了 而且你平中菊吃 它还有一什么特点呢 如果你在上降的时候 它还有这么大 嗯 就是因为你少试相嘛 它可以转着圈来打菊 所以说红方马七进我一蹬 那当然要接下来走得也很精确 要走得很准 你看说红方呢 这是最好的机会 嗯 但是可能临场这个地方 确实看不太清楚 是啊 因为我当时算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没算清楚 我就觉得打回来很简单 我可能就控制住局面了 是打回来是可以 但是不如这个下的就是 可能如果说变成盛事的话 不如这个更好 这个可能马上就锁定盛族了 对对对 那临场当中呢 红方呢 可能 确实这个登掉这个中族啊 要有超强的计算力 嗯 后边这个子力啊 还有很多纠缠 那就是说 在这种最复杂的这个 棋当中呢 棋手在临场的时候呢 可能有的时候算算呢 它没有十分的把握呢 它有时候就要避开 不过我觉得这个棋 也确实很复杂 就是我们临场的时间 有限的情况下 很难所有的招 本次比赛采用的是60加30 就是说单方是60分钟 嗯 每走一步加30秒 应该说时间也是比较紧的 那么先后手都是一样的吗 哦 先后手都是这样 嗯 这个比赛呢也是采用的 比较正常的赛制 对 那红方呢 这个时候走靠军赛 这招棋呢 应该说也无可厚非 嗯 红方呢 按着他这样的下法呢 也应该说呢 可以继续呢 取得这个优势 嗯 但是不如马其进武呢 更加干净 这个马一登中族啊 就确定 只要黑方出不了旗 红方就能 马上锁定这个圣局 对 这差别就在这 嗯 那这时候黑方又下泡尔天赛 泡尔天赛 就是黑方走得也比较顽强 嗯 黑方也没办法了 只能平炮以后 准备跳卧槽马呀 或者 对 有这些威胁啊 有这些威胁啊 或者是打兵什么的 这个时候红方 华军四叫一叫 上了 上将 嗯 红方在这将了两军啊 对 将了两军反正这个将 将下去之后 这个将到哪呢 将在下边 嗯 啊 这个关系到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 随时都可以再将 对 红方 因为黑方也不能去防守 嗯 将到这的时候 红方马死了 一跳 这一跳呢 因为 可能开始 红方在计算的时候 他就算到这了 算是一看这个马跳到这了 攻守登背了 还可以 因为这边换着两个炮 其实也没有错 也没有原则性的错误 那么黑方这个骑士 他也走得挺巧 他这两个炮都不逃 他走马三斤四 铺一下卧槽 这种骑士确实也好看 对 双方呢 就利用这个 鞠河底像的 这么一个位置上的差异 是一个典型的对攻站 对 等于是红方多视像 黑方呢 子力呢 要稍快一点 这个进马一登呢 这个骑红方 绝对不能马六进五 这个先给大家 做一个说明 这二黑方等于 这鞠是白痴 吃掉以后 你不能登回来 他这个 马一枪 这边一枪死了就 炮打枪 上来出来打一枪 那边鞠再给一枪 鞠一枪 就人杀了 足五平六 等于黑方呢 一瓶炮以后 就等于是 一瓶炮一跳马 白痴这个鞠上 白痴鞠上 对 红方呢 必须要去 躲让一下 所以说呢 这个鞠还特别复杂 嗯 当然红方呢 只能去避让 但是呢 他的避让之前呢 他先点了一枪 然后是初帅 对 黑方呢 也没有直接去吃到 他还是走 先走去发金二 这个扶着一个 沙棋 沙棋 嗯 那么红方呢 在这里犯了一个 啊 最关键的这个错误 嗯 是胜负一手 这棋红方呢 他走的是知识 后来就 没有机会了 红方只能走 鞠一腿 将来 然后去灯中炮 当然这个棋临场 比较难看 但是红方也只能这么走 但是这么走的情况下呢 红方有一个卖室 挺微妙的 这个棋 卖室以后呢 应该说红方的机会还是多 然后进率以后 这个棋也碰巧 就是说黑方不敢下这种 跳江吃鞠的手段 因为红方这边是杀棋 对 你要这样就是杀红鞠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这简单的杀糕 对 杀士 他不能抵江 抵江江不死 杀姜 你无论像 哪边出都直接鞠五进一 然后背后一打僵 当然这个马五九三也是上 鞠五平四 所以这个黑方这个地方也来不及 就是拐吃红鞠 这棋就真的很巧 好像每个子都摆出来的那个位置 那这个棋呢就是红方 应该是把它僵下去 再登那个中炮 如果它在上面这个炮还有根 对 僵下去这东中炮呢 黑方就只能去 制这个鞠 就是鞠就登回来 你马一僵呢 也不用它上来 你不敢马僵啊 你一定要守着这个点 那你鞠六推二 鞠六推二呢 这个棋还是挺复杂的 那也 它有吃这个冰的鲜熟 那你说这棋 我觉得就挺难判断谁好 应该是红的好 红的多子 红的多子 鞠三姨这是好棋 准备中间灌江 那它还得回鞠吧 回鞠你就牵制住了 那鞠六平五 回去当然有马五推六 完了对鞠的这个棋 啊 呃 鞠六平五 然后红方就鞠再也给你 这样 然后马五推四 然后准备马四进六 嗯 黑方只能再鞠五推一 伴住 也 对啊 也不一定吧 这棋是不是也有打一枪平面炮啊 那我鞠可以跟着你吗 就说这个棋还是红的几乎多 我觉得是挺复杂的 假如是啊 这个棋特别复杂 我们看一下啊 呃 时间还有一点 马四进六一枪 嗯 你不能出轿 出在那江子 第一枪跑在明寺 这个那个马后炮了 对 只能出这边 出这边 登一枪 嗯 那我也只能进来 进架 鞠一架 再出 出架 鞠送一架 就是沙齐啊 你只能再进来 这儿呢 它现在把泪抢住 再出来 再出来 这个也很有 嗯 因为你沙江我会颠炮 就是黑方一步呢 弄不死红的 嗯 但是将来红的 这一动手呢 黑的就守不住了 啊 这其实是比较复杂 对 这是挺复杂的 所以说这个马到这儿呢 黑方呢 明显的速度呢 明显的速度呢 要快 要快呢 那没办法 黑方若退呢 这儿 红方这个三个兵呢 这点劲 等于这个马把这个鞠啊 给它绑住了 黑方呢 马炮足呢 很难 这个承杀 应该说红方还是优势 好 但非常可惜 红方呢 那临场当中呢 他没有走出这个马六金五 他可能这个地方啊 确实算不清楚 他可能怕故技比较多 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黑的也有棋 就是真的走出来 黑的这个棋 也是有一丁杀手在里面 这个鞠还没有对 好 结果红方呢 就是等于这里呢 走到 他走一个十五金四 等于是拜招 这是盲招了 那黑方这个时候就去吃鞠 吃掉 那红方只有先蹬掉他了 嗯 这个时候黑方走了一个好鞠 泡不见了 然后他鞠又反正在这儿尖吧 对 尖了几尖 尖了几尖 这个棋呢 最主要是什么呢 黑方这炮武器也太厉害了 对 现在我们大家就 再回过头来一看 这个变成什么情况了 等于变成红方这个鞠 对了以后啊 这个所有的子都回不来了 对 而且他不成公式了 现在 黑方的鞠马双炮族啊 形成立体公式了 假设红方再去蹬这个炮 黑方的族鞠一出 别杀了 这基本上就守不住了 嗯 下部的杀法是 炮瓶六一将 马斯金六一挂 就是这个大脚 如果你捕试呢 这个道理呢 也是这个差不多 这个姜啊 马斯金六灯江啊 这里边手段很多 由于时间关系呢 不给大家细说了 反正足武鞠这一出 基本要绝杀 红方就守不住了 你马七退六呢 他也可以 这个可能做 这个连续动作了 反正最笨的 他还能足武平手捧 足六鞠一再送 也是啥 所以说呢 红方这个旗呢 突然之间呢 失控了 就打了几江之后 失控以后呢 他很无奈 就去知识 知识黑方呢 他这个炮是这儿 对 刚才我们摆到前面去了 他如果走炮三瓶四呢 这是同样的 黑方有这个 巨八瓶六 他将来吃了这个炮以后 这还有打中式 对 也是 黑方呢 优势 因为红方没有攻势了 你马都 向回撤了 那这个炮五瓶六 现在是 杀 在这边 交换 可能 当初啊 红方可能计算啊 也是想 就是认为这个马一跳 能把这个草马呢 逼对 但是来不及了 所以 他可能忽略了黑方 接下来的妙手 黑方这个泪上一打僵 之后黑方呢 这个马呀 不要了 他这个中足一冲啊 等于 居双炮足 你随便吃哪个 我中足一冲就绝杀 那这一段 黑方走得很精彩 就说呢 利用红方 居炮都难以回防的 实际的情况下呢 以居炮足 的进攻呢 取得了决定性的 因为你这样飞向 我这个炮也是 三瓶六是杀 红方解不掉这个炮 只能去登这个马 等于黑方 气马以后呢 这个足坐 中心了 中心一冲 红方接着又 打了几将 打一将把这个冰族杀 就说 红方 走来走去呢 这个中足呢 去不掉 正好黑方 居 向下一点 保住这个中足的同时呢 腹有菊八瓶六 内人杀棋 打僵 腹五瓶六也杀 打僵 走到这儿也就意味着 这个气 进入最后的尾声了 一僵 一旦 这个菊八瓶六 守不住了 再回来吃掉 吃掉呢 也就意味着 黑方多子生定 对 这个气 而且红方的位置 比较尴尬 这个马拉着 这个子也跳不了 那最后还有几步七 我们能把它跳 好吧 嗯 他走 七进五 黑方炮三瓶二 95瓶 啊 炮三瓶二 对 他需要逃炮 然后该 红的走 他炮三瓶二 95瓶七桌下 红的也炮三瓶二 对 95瓶七桌下 85瓶六 再将 将 将上来 把这个上去 啊 他是走 破三瓶一 他现在炮二瓶一 哦 炮二瓶一 对 他将来平五 就是说这个旗呢 炮二瓶四 最后黑方 炮二瓶六 直接炮二瓶六 一将 这把子都放光了 反正这个旗呢 黑方多子 肯定是 最后结果呢 就下到这里 嗯 那么说再一次 诸侯传三瓶呢 取得这个这么的优异的成绩 我的节目就跟您说再见了 感谢收看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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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